雁南北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 我恨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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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哦 疼 别离不来不去 它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旅程我要喝茶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其身 最痛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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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哦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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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旅程我要喝茶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其身 最痛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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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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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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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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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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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们的女儿 到底中到了没有 中到了没有 我 我们 前女儿的 实在 实在太多 几年 几年前 我就 亲手为女儿 修结了 你 锦绣哥 我要 我要等我们的 女儿回来 等她 回来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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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通过好多妥协 去找咱们的女儿了 能找到 一定能找到 蘇云 我想发誓 我一定让她知道 你的良苦有心 让她出去 锦绣哥 好 一切 都 这么多年了 我们 到现在 到现在 还没找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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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甘心 我走的 走的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 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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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琪啊 我苦命的女儿 你在哪儿 你到底在哪儿 你知道吗 爸爸找你找的 好辛苦 我 你 你 你 不甘心 你 不甘心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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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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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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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把我们将害成这样 是谁 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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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兵賢 我的家被你給毀了 我的爸爸死在你的手裡 現在你才失去一個女兒 又算得了什麼 這真是報應 這是老天爺給你的報應 你放心 這才只是個開始 好戲還在後頭呢 瞧什麼瞧啊 我跟你們兩個人講啊 今天你們如果再要去隔壁店幫忙的話 停 嬸嬸 我說呀 你也應該學學隔壁的凱歌吧 文香哥的店一開張呢 他就說買三塊玉袋糕 送一個茶葉袋 現在他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簡直把他給樂壞了 可是你看我們呢 連一個客人都沒有 一直蚊子都沒有 你還讓我們悶坐在這裡 我們坐得下去嗎 長生哥 你說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長生 你說什麼 你再給我說一次 不是啊 不是啊 男子漢大丈夫 難怪你到現在都找不到女朋友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真是沒鼓氣 我本來就想說是啊 可是 我怕我媽聽了不高興 說我不孝順 所以我就改說媽喜歡聽個 不是啊 不是啊 有道理 難怪啊 你是我們全村最出名的孝子 不跟你們說了 我要出去了 佳佳 你去哪兒啊 等一下 如意的店裡生意又一大堆 忙不過來的 我呢 要去幫忙了 真是朽木 不可凋唷 你這死丫頭 叫叫 長生 你去哪兒啊 媽 我想了一下 覺得還是佼佼說的有道理 男子漢要有骨氣 我也是幫忙 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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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你拿好啊 謝謝 大妹子 生意不錯啊 好愛啊 今天不做生意了 各位走吧 這 你們的余戴高 這 文翔死了 我也很難過 不過 這生意歸生意 你欠我們錢莊的本錢和利息 才還還嗎 大誠哥 可不可以寬限幾天再還給你們 你們最近生意很好嘛 怎麼的 連你也想來錢啊 不是的 只是 這錢 昨天已經給隔壁房東交店租了 所以手上沒錢 拜託你幫幫忙幫幫忙 過幾天一定還給你 我幫你忙 那誰來幫我的忙 大誠哥 你看啊 這是你們家文翔親手簽的借據 啊 到了時間不還錢 那我就有權利收取你們的房子 房子 不行 那房子是我們的 你不能這麼做 還剩一句話 生意呢歸生意 到了時候不還錢 可就別怪我無情了啊 今天呢 我也不能白來 這些呀 就當日利息了 大誠哥 這些是我給孩子交學費的 你還給我 拜託你幫幫忙 高攤貴手吧 你大誠哥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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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那 你們什麼人呢 光天花日搶奸 我怕我去 我去報警 去呀 去呀 巡捕房多的是老子的人 你 更何況我是有憑有據來要債的 你憑什麼說我是強盗 林如意 沒錢還的也行 看不出來你這兩個孩子的媽媽 長得還挺標誌的嘛 不如到我們樓裡來賠酒抵債 也是個不錯的辦法 你怎麼放乾淨點啊 你什麼人啊 滾 他是我嫂子 你們誰敢欺負他 我就跟誰拼命 拼你呀 你會用這東西嗎 林如意 你給我記住了 到了時間不還錢 我們就來收房子 走 走 你們這群人再來 我就 我就 這一切都要怪文翔 幹嗎跟錢莊借錢買房子啊 他可是個無敵的大窟窿啊 這倒好 他這人一走啊 就把這個爛攤子 丟給了如意和他娘了 這春怡的命啊還真苦 年輕的時候就死了丈夫 年老了又死了兒子 這可憐的如意 以後的日子讓他們怎麼過呀 就是啊 還有還有那個可惡的放高利貸的大臣 真是沒良心 說是什麼 到了約定的時間 不還錢債務的話 就要把那個房子給搶走了 唉唷 唉 依我看哪 這老天爺可真是捉弄人哪 這鄰家好不容易 辛辛苦苦這麼多年 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 這兒 溫香哥 就這麼走了 還留下兩個這麼小的孩子要照顧 你們說 這 這如意以後的生活怎麼過呀 我們呢 無論如何 也要想個辦法 一定要幫幫他們才行啊 凱哥 你這種落於助人的性格 我欣賞 老闆 這位楊淳麵多少錢 一塊錢 這位兄弟 你怎麼看起來這麼麵熟啊 你 你是不是如意的同學韓家東啊 你就是韓家東 就是韓家東 沒錯沒錯沒錯 老闆 你眼淚可真好 謝謝了啊 以後吃好常來啊 吃好常來啊 謝謝啊 再見 吃好常來啊 凱哥凱哥 他真的是如意的同學啊 你放心 我的眼力沒錯的 你瞧他西裝革履 一身光鮮 肯定啊 是有錢人家的公子 對呀 哪有錢呢 鐵是有錢人家的公子 對呀 来 让我来 谢谢 怎么 不认识我了吗 韩家东 记得 我当然记得 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 是啊 你是很多年没见我了 可是我一直在默默地关心着你 只是你从来都不知道 如意 你知道吗 你和温翔结婚那天 我都去看过 并在暗中 默默地祝福你们 谢谢 如意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没有结婚 是因为我心里没有办法忘记你 所以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工作上 现在 我有了自己的纺织厂 如意 我想让你知道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 我会帮助你的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如意 过去你和温翔在一起 我做到了默默祝福 现在温翔走了 我可以来见你 就是希望你能够重新认识我 请不要跟我说这些好吗 好 我懂你的意思 如意 我这次来不是想冒犯你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谢谢 谢谢 这些 就算是我的点心意吧 我不能收这些 默默 你一定要收下 你无论如何都得收下 我真的不能收 不过 还是谢谢你 谢谢 那这样吧 如意 这些 就算是温翔哥走以后 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一定要收下 这 收下吧 收下吧 我 拿着 收下吧 一定要收下 拿着 好吧 那我就带温翔哥 带温翔哥 谢谢你 无意 我走了 记着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来找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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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走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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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逸啊 啊 他 他是 跟我以前的同学 对 我想起来了 他叫韩家东 几年不见 这么有出息啊 我说如意啊 这个韩家东 这么多年都没有娶 难得呀 可见他对你是真心的 我看他是个不错的对象 你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 妈 明显哥刚走 我们别提这件事情好不好 明显哥 明显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今天跟我说了这些 她是不忍心 看我工作那么辛苦 她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的疼爱 我知道 这都是为了不好 但是文香哥 你走了 我就应该替你撑起这个家 不是吗 文香哥 我明白你临走前 所做的决定 都是为了不好 但是文香哥 但是文香哥 我是你的妻子 不管再哭 再累 我都不应该离开这个家 文香哥 我希望 我希望你能保佑妈妈 保佑两个孩子 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一定要 把这个房子的贷款还清 我要让妈 和两个孩子 过着幸福 快乐的日子 文香哥 我请你 我请你一定要帮我 一定要帮我完成这个喜愿 一定要帮我完成这个喜愿 好吗 文香哥 请你一定要帮我 王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意啊 妈 天这么晚了 就别再歇了 赶紧进屋歇着吧 如意 你是妈的好媳妇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和孩子 你已经付出的太多了 妈 你放心 我不会倒下的 你这么疼惜我 我一定不会倒下的 为了这个家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好 我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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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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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姐姐 你刚才到底到哪儿去了 念祖 我看到妈妈她好可怜 每天工作到这么晚 我现在好像马上就变成大人 这样就可以帮妈妈的忙了 我也很想帮妈妈的忙 可是我现在更想睡觉 好吧 那你睡吧 哦 那我睡了 如意跟婆婆玉春说 为了这个家 我们一起加油 眼看着邻居糕点铺的房租快到期了 文翔生前问钱庄大臣借的高丽寨更是咄咄逼着 如意她咬紧牙关 日以继夜拼命工作 婆婆婆玉春和两个孩子 看如意那么辛苦 也跟着一起来帮忙 如意她知道 自从文翔走了以后 她有责任一定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就这样 她除了每天要做店铺里的玉带糕生意 也要到乡下去叫卖 邻居阿喜婆也帮着她在村里推销玉带糕 早上这种家等会跟着 亚伍之间优惠 与本联益她有个重心 亚伍之间 与本联益 食物 什么 善 凌年 说 如意啊 妈 你怎么还不睡呢 明天一早又得起来干活 这身子怎么瘦得了呢 妈 快快 去睡吧 睡去吧 妈 你先去睡 我再忙一会儿 你在忙什么呢 妈 我在为我们灵机糕点铺 设计礼券 礼券 你瞧 这个礼券有两大用途 三姐两寿的日子 客人常会买些糕点 来作为馈赠亲友的礼物 但提着大包小包走近访友 又极不方便 如果咱们能替客人准备礼券 客人拿他送礼 收礼的人只要拿礼券 到我们糕点铺来对取 怎么一来岂不是让客人机会方便 我想对我们的生意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办法好啊 这么做 来咱们店里买糕点送礼的 那顾客肯定会越来越多呀 这个办法好 这个办法好啊 你不是说有两大用途吗 这礼券另外还有个用途就是 我们可以按月收款一次给货 对呀 这个办法呀 好 对买卖双方都极有利 值得一试 值得一试呀 但愿这法子行得通 那让我们先筹点钱 早日还清那些高利债 也不知道温祥怎么这么糊涂 居然像那些放印子前的流氓集团 借一天一分力的高利债 妈 温祥哥他老实 他被人骗了 他事后告诉我 他那天上街的时候 瞧见街角的墙上贴着张广告纸 上他写着借款棉宝一分力 他心里想一分力品低的 借一笔钱来买房子让家人住 省下的房租来付利息是绰绰有余的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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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戒句是借一千元 摁了手印后 却只能拾拿九百元 第二天 放款人就带着几个满脸狠肉的流氓 上门要债 从此以后 温祥哥就得每日还给放款人一百元 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连本代理完全还清 否则的话 立上家里 立在鬼里 恐怕一辈子也还不完 是啊 要还完 恐怕得比登天还难呢 这笔债 债主 可是打着倾奪我们房子的主意呢 但愿温祥哥能保佑 保佑我们人宅平安 缓缓顺利 不要让我们唯一的房子 被人家躲了去 会的会的 温祥啊 一定会保佑我们一切和和顺顺 平平安安的 喂 对了 你说到和顺平安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情 传言说啊 最近卫生部门将派人下来 抽查食品店家 集查店家的环境卫生 凡事不合格的 都要罚款 甚至会被勒令歇业 我看啊 咱们店里啊 还是赶紧把里里外外打扫 清洁一番 可不能让稽查员上门的时候 在咱们店里发现老鼠蟑螂什么的 那可就 你放心 咱们店里一向干净 没有那些东西 Person leaves apps 很快 反正 blended tea disse 你快粉 天哪 这个 explanation 天哪 有变 那个 你招 stark!" 不错 挺有意思的嘛 阿凯啊 别闲着 抽烟吧 谢谢初一啊 咱们呀 把店里店外 擦得和镜子一样亮 卫生抽茶的鸡茶园 要是上门来啊 肯定会颁给咱们一面 卫生模范的大景旗的 那肯定会的 谢谢长生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帮忙 不用谢 不用谢 我和长生哥 闲得发慌 你敢让我们在这儿 瞎磨蹭 排解无聊 算起来 是你在帮我们的忙呢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 是吧 长生哥 对 对 那是 那是的 这些李雀真是太好了 如意 你可真聪明啊 我想啊 这些李雀呢 对你们灵技糕点铺的生意 肯定会大有帮助的 希望是这样啊 一定 一定的 对了 这些李雀啊 我包销一半 你包销一半啊 你们看什么看啊 怎么 不相信我 这对于我阿凯来说 简直就是太简单了嘛 我阿凯在这里 地面熟 人面广 这些李雀我一定可以包销一半的 哎呀 你就不要胡乱吹牛了 这件事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所谓呢 杀猪捅屁股 各有各的方案 我阿凯的办法呢 就是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贴上广告 不管是张三 李四 陈五 王六 任何人只要拿着这张李雀 就可以凭这张李雀啊 到我们吉祥面馆 占我便宜 哎 一张李雀 一碗面 八折又会 啊 这不成不成啊 嗯 你卖一碗面 就得掉两成价 不行不行 我不答应 哎呀 如意 你就别不成不成的啦 我呢 已经算过了 我这样做 只会多赚 不会少赚的 啊 这 这 凯哥 一碗面打八折 怎么还肯多赚呢 是啊 哎呀 你呀 你呀 长生哥啊 你呀 就是 哎呀 就是太老实了 有的时候 你应该动动脑筋 正所谓叫薄利多销 薄利多销 哎 你们想一想 你们大家都好好想一想 哎 你也想一想 如意 以前呢 哎 不去我面馆吃面的人 往往就会因为你这张李雀 他偏偏想到我的面馆 占上我这一碗八折的便宜 这样一来 哎 我的面呢 哎 自然呢 就卖得多了 卖得多 自然就赚得多了 所以说 我的面馆呢 只会多赚 不会少赚 你们就放心好了 哎呀 妙啊妙啊 太妙了 这下既是帮了好人 也是帮了自己 哎哎哎哎哎 忘了店铺 也忘了面馆 对 这下真是火烧少林寺 妙哉 妙哉 哎嘿嘿嘿嘿嘿嘿 阿凯啊 哎春姨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哎呀 春姨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其实啊 应该是我啊 谢谢你们才对 哎uben 谢谢你们啊 嘿嘿嘿嘿 谢谢 对 我也帮忙来推销店铺的礼卷 我呢 就学阿凯 只要有人拿林济糕点铺礼卷 到我们豆香轩买豆腐 买豆干 买任何豆香轩豆制品 我也算得把折 七折 七折 更优惠 更薄利多香 对 七折 更优惠 更薄利多香 这样既帮了林济糕点铺 也忘了我们豆香轩呢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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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豆香轩什么事啊 段姨 我们大家伙都在讨论说 要是咱们豆香轩 没有妈您的话 就得关门了 这话说得没错 过去啊 我也常跟你爸这么说 段姨 你请坐 我帮您倒杯茶 对对对 秋段大神 坐坐坐 这种水挺神的 坐啊 我来吧 我来我来我来 没事的 我来 我来吧 让我来 我来 我说长盛 你不在自家的店铺帮忙 你跑到这来 我来给人家当奴才啊 啊 真是 我来吧 那我说秋段大婶 你怎么不在自己家里待着 你跑这来干嘛来了 啊 啊 我 我是来要钱的 啊 啊 要钱 要什么钱 要电租 你 你 你 给钱 这个月底到了 你们的电租还没给呢 啊 段姨 您先喝杯水 啊 这个月的电租能不能还两天借给您 行啊 我这个人呢是最讲道理的 只要你们同意往后我提前两天来收电租 那这次呢我就还两天来收电租 这样合理吧 你还是不是人呢 是人是不是又得给人情味啊 我呸 这年头谁给你讲人情味啊 这年头讲的是 要命不要脸 要钱不要命 钱字摆第一 你懂吗你 你 你 拿钱来 再不拿钱 这 我今天就处在这儿 不走了我 妈 我今天就等着客人来我收现钱 妈 我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从小就吃春意奶水长大 怎么说春意对我也算有补育之恩呢 你 你 你给我闭嘴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来气 你说起她为你奶水的事 我就一肚子的恨 秋段的秋段 你怎么这么说话 当时你生下长生的时候 因为奶水不足 我帮你喂养了它 你倒为这事恨我了 我不恨你 我恨谁啊 你真不要脸哪 虚情假意的说帮长生喂奶水 实际上就是想借机会 接近我丈夫 勾引我的丈夫 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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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minutes 烟南飞 烟南飞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 我恨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痛 痛 痛 我的心 好痛 别离多来不去 啊 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叫我要何藏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其身 最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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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